各位同学好 今天我们要让大家来猜一个名 那这个名是猜一个国家的名字 这什么国家呢 目前它的人民都没有东西可以吃 必须要越过边界到其他的国家去买东西 那这个国家是石油产量非常大的国家 以前非常的有钱 可是由于石油的价格一直跌 所以这个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危机 那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然后来让同学猜猜看这是哪个国家 In a country that sits atop the world's largest non-petroleum reserves Hungry citizens wait on their assigned day for whatever the stores might stock With luck, cornflour to make a repost And on a really good day, shampoo 好,看这个句子我们知道 主词应该是在hungry citizens 那这个hungry呢 它修饰的是这个citizens 那我们在这个citizens下面写s 然后wait是v 它是不急悟 所以其实这样子就可以了 饥饿的市民在等待 这个句子架构就是这样子 好,那再来我们要看的是其他的修饰语 怎么去看呢 好,首先是这个in a country 这是一个片语 我们先来分析它 那这个in是借 我们就先写 借 好,就是country 这是借欧 那这个是副词片 表示什么呢 表示地点 这什么样的国家 这是地点的关系 好,那我们有时候会说这个that呢 引导一个名词 只去表同位 跟就是说明这个的内容 其实在这边 它并不是这个关系 它是修饰它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国家呢 所以像这种情形 我们要把它视为是形容词子句 所以它是一个ADJCL 修饰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 那这个子句的主词在这边 这个国家就坐落于atop世界 它是在什么顶上 the 当然是修饰后面的这个名词 petroleum reserves 许有的这种库存量 none 为人所知的 那就是也是修饰名词 后面这个petroleum reserves largest 就是说最大的 同样的也是修饰这个后面 那这个the也就是修饰它 walls这个所有的也是修饰后面这个名词的 所以这个应该不用再多修了 那这个借欧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atop到这个reserves 这个算是副词片语 advph 而且它也是表地点 那它修饰谁呢 它修饰这个v 就是坐落于什么地点 所以这个in a country 它是最主要的 表示地点的副词片 然后呢 后面有一个形容词指句来修饰它 ok好再来我们看 这个主要指句的 我们换成白色 那这个on呢 也是老师借了 on their assigned date 这是借欧 there当然就是day assigned 就是day 指定的 那它是什么 它是PP PP呢 担任形容词 在他们指定的那一天 还不是可以天天去 还要指定 好那这个是表什么呢 这个on their assigned date 它是一个advph 表时间 这个时间是哪时候 指定的那一天 for 是借 然后这是借欧 它这个借欧是 一个名词指句来担任的 就是whatever the stores my stock 所以它在这边 我们这个for加 whatever后面引导的指句 它合起来 它算是一个advph 它表示它要等待的什么 等待的对象 等待的内容是什么 好 那这个指句 我们要进一步来分析 这个名词指句 这个whatever 引导的是名词指句 因为 一定要是名词类才有办法 担任借欧语词的秀词 好那whatever the stores my stock 就是store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s2 stock my stock 我们合起来 这是v2 存货 它库存什么 它的存货 后面还必须要有一个售辞 那这个售辞就是whatever 不管它库存什么东西 只要能买就很幸运了 这是o2 好就是这样子 再来我们看到这一个 我们看到这一个 冒号 这个冒号呢 就是要解释说明前面其中一个名词的 那我们必须要找出来它到底是要解释前面哪一个名词 一看知道这是什么 whatever 这是这个whatever这个字 whatever这个字 好那这个其实重点是在这两个啊 cone flower 玉米粉还有呢 船铺 就是说这个就是在讲whatever 它只是举例说明 啊 到底库存什么 好比说是名分啊 还有洗髮间啊 那这个 副词片语呢 这是副词片语啊 那是修饰后面这个片语啊 同样的 它还用一个 连接词啊 C-O-N-J 才对 C-O-N-J 连接词 连这个啊 cone flower 跟选铺 把它连起来 同样的它也是 啊 用一个这个 副词 片语来修饰后面这个字啊 好那这个 whatever字表什么呢 这是 副词片语 表示它的 状态啊 在幸运的状态下 那on a really good day 好这个 on当然是借啊 这个day是什么 借哦 好 A就是名词啊 really就是good good就是day 那这个合起来 这是表什么 这是A 也是ADVPH 表时 可以说表时间啊 或者表什么条件啊 在这个 很幸运的 这个日子 还可以买到 洗髮精啊 好我们这边有漏掉一个 还没讲 cone flower 好 cone 修饰flower 两个名词 第一个就当修饰语 然后形容词这样 后面这个to 我们 后面这个to呢 好 后面这个to 他去 瓜糊起来啊 修饰flower 为什么呢 因为 不定词啊 我们就是要比对前面 他前面这个词性 是 名词嘛 那修饰名词的 这个不定词 应该就是词性 adjph 好 那这个 他的内容是什么啊 to make a repast 这个玉米饼啊 这个是make的o make的o 好 那 可以做玉米饼的玉米粉 是这样子的 OK 那我们整句把它 翻译一次看看 就是说在一个 世界目前所知 十有存量最大的国家中 饥饿的人民 必须在指定的时间日子 去排队等待购买 商家所 库存的一些货物 如果是幸运的话 可以买到 做玉米饼的玉米粉 那在一个 很 很棒的日子 很幸运的日子还可以买到 洗髮精 所以这个国家 这么 可怜是 哪一个国家呢 答案是 我写下来 Venezuela Venezuela 这是指 委内瑞拉 答对了吗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个地方 知道了吗 为什么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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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